今天上午,市委十三届十二次全会与会人员分组讨论市委书记李慧文,代表市委常委会向全会做的工作报告,和中共台山市委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,与会人员谈感受一思路提建议,积极踊跃发言。 分组讨论会上,与会人员分别围绕我市经济规划发展、交通基础建设、财政要素保障、城市经济发展和区域担当作为等进行发言。 大家普遍认为,全会报告和建议有深度、广度和高度,主题先明目标任务明确、工作思路清晰,是关系到未来五年台山发展的刚领性文件,汇聚起了全市上下奋力开创台山十四五新征程的磅礴力量。 市委书记李慧文在认真听取大家的意见和建议后指出,全会报告高瞻远瞩,站位更高,谋划更远,为今后五年迈上新台阶提供了科学指引。 各部门和镇接要认真贯彻同行协力,狠抓十四五规划落实,以党建为引领,保障十四五规划顺利实施。 要加强要素资源的配置,力争十四五期间,我是在四方面有新的发展。 一是城市发展进一步扩容体制,城市经济更加繁荣,要努力探索发展新思路,促进城市四大商圈焕发新的经济活力。 二是积极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,要聚焦我市产业发展,精心招商选资, 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珠西高端产业极具发展区做出台山贡献。 三是积极开展跨区域产业平台建设,大力推进产学研合作,扶持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发展,谋划新的发展平台,擦亮我是产业平台品牌。 四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要有新气象,充分发挥台山海洋优势,大力建设海洋经济, 保障十四五期间,我是经济社会各项工作有新的进步,群众生活水平有新的提高。 市委副书记市长谢少谋在讨论会上指出, 全市各级各部门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主题, 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,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。 全市上下要牢固树立一盘棋的观念,打破固有的行政区域模式, 放延整个江门乃至全省的角度,站在全市的高度上, 科学谋划好增强镇级经济实力的发展目标。 要狠抓落实,坚定信心决心,主动担当作为, 抢抓双区驱动新机遇,朝着更高的发展目标, 努力奋进攻坚克难,确保台山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中, 开好局,起好步。 本台记者报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